父亲节即将到来 民间相公所为了庆祝父亲节 日前特别于庆满楼宴会餐厅 举办112年度父亲节 即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本年模范父亲公计23位接受表扬 先缘油耗林如阳张婉慈林一如 也特别到场出贺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民间相 有23位父亲接受的这个表扬 那过去我们父亲对我们家庭 以及对我们社会的付出和努力 希望借由这次的这个表扬 能够给他们一些肯定和鼓励 也希望说所有的爸爸们 都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这些模范父亲 他们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他们也同时在教育子女上 也都把子女教育的在各行各业 都有非常杰出非常成就的表现 那今天借由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也可以让许多我们在民间相 大家都知道这些他还很棒的故事 还借此教化相礼 那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恭喜 23位的模范父亲 他们获得如此殊荣 先议员赵晚辞林一如 肯定民间相公所的用心 特别在父亲节前期 举办此次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也特别提醒民众爱要及时之外 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那乡长也相当的用心来 举办如此可爱又温馨的 这个活动 晚辞在这边呢 告诉各位好朋友们 爱要及时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特别的节日跟特别的人 说个特别的话 就说句爸爸我爱你吧 那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们看到我们受众的这些爸爸 跟我们的家伙 都感到非常欢喜和健康 一如在这 感谢我们所有的爸爸 对到我们家庭社会付出 也未来一如会继续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 南岛的生活环境 更加提醒 让我们这些时代 可以说生活 然后更加健康 更加快乐 在这这种机会 就让我们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你们辛苦了 表演活动首先由 明天相幼儿园 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以精彩的歌舞表演 揭开序幕 接着由相长陈汉立 明天相名代表会主席 吴金素 先议员尤浩 林如阳 张婉慈 林一如 班正奖牌及礼品 并与模范父亲及家属 合影留恋 现场洋溢者 温馨又感人的气氛 记者同居民间采访报导